夏文貳士 一場暗房意外 1127條人命裝身工廠之下 一個月後 現場只有一片頹圓拜雅 和一群仍然尋找失蹤工人的家屬 奇蹟會出現嗎? 杜林加工厂位于萨瓦尔,距离首都达卡大约40公里,眼前只剩下三层石屎框架,警方亦已停止搜索,但百多条人命仍然失踪。 他,是其中一位幸存者,被活埋在废墟36小时,由6具尸体陪伴,只靠着强患的意志被救出生天。 但因为被黄良压住双腿,最后都要自知。 小小的城镇,就如昔日的东莞,如百间制衣厂,升罗其报。 在贫穷的孟加拉,根本连受请不到女工。 薪酬亦都比缅甸、简布债更便宜。 他们一个月的人工,只是600至900元港币。 眼前的H&M对他们来说,太遥远。 在这里,每件成衣批发价5至6美元,但一张订单都过百万件。 每日在恶劣环境之下,新劳工作。 欢迎来的,即是一个又一个的肺结核个案。 因为在针职厂,经常吸入微西职母。 根据世卫数字,2010年,孟加拉就录得34万宗新增个案。 当中近7万人死亡。 他,四年前,由家乡来到撒瓦尔打工。 一家四口,租住工厂旁边残救家小宿舍。 面对塌楼,血汗工厂,怕罢工,只会令他们的工资付诸东楼。 除了恐惧,就别无他法。 一次塌楼意外,结设了第二大服装最后国曼加拉,工人血汗工厂的生活。 在巨大道德和政治的压力之下,工人们,何时得到合理的待遇呢? 在巨大道德和政治的压力之下。 在巨大道德和政治的压力之下。